为了替年底登场的逐一灯会活动更添纪念性 竹山正宫所也设计了多样宣导品 并还有只能供钱母可以来做兑换 逐一灯会推出宣导品总共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的主题灯 这是我们每一年都会为了生效特别制作主题灯 第一种就是我们今年有新增的抱枕 这个抱枕上面的照片是我们竹山的地标各种的照片 那这个也非常具有特色 那第三种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推出的主锅店 这三种是我们今年主要的宣导品 另外我们也配合指南宫提出了这个钱母的兑换 所以钱母今年也是我们宣导品的行列之中 今年灯会所推出的宣导品相当独特 也成功吸引民众目光 让他们相当期待灯会的登场 看到今年宫所推出的纪念品让我有心动的感觉 然后我不止我一个人来兑换 我还带我全家大小来兑换 对包括我的小孩 他们一定超喜欢的 个人最喜欢的应该是抱枕 对因为算竹山镇公所办灯会 有史以来抱枕 应该是第一次新推出的 对所以让我有吸引到 要兑换这些宣导品 只要是花灯前用手机扫码几点 一座花灯一点 即满35点就能兑换 工作也欢迎民众一同来参与活动 获得这些宣导品很简单 就是我们今年总共有38座主义的登座 那每一个登座都有一个QR Code可以扫点 都可以记一点 只要你扫满35座的登座 就会集满35点的集点 那你可以下载工作的APP 就可以有这个扫描的功能 那扫完记完这个35点呢 就可以到我们服务台 来更换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些宣导品 那当然我们更换时间在我们的相关的 资讯那种说明 在假日中我们有不同的宣导品做更换 各位可以根据各位的喜好 在不同的时间来更换不同的宣导品 先远吴瑞芳肯定公所的永新 规划宣导品 丰富灯会活动 有欢迎民众一起来赏灯基点做兑换 灯会也快到了 竹山都用竹灯 因为我们这边的出散竹子 所以用材料 他用竹子作为主题 花灯 最近到竹山镇 看的话市场的话 街上的话都可以看到 他们挂满了很多的花灯 很漂亮 来到我们灯会 他都有赠送一些宣导品 给乡亲们 带回去做祭练 所以希望游客 来这边走一走 看一看 非常的不一样 一场合胜风肯定 政公所的用心规划 邀请民众在年底 来到竹山参与竹一灯会 体验这场我们地方的年度盛事 记者卢一凯竹山采访报道